小包,你媳妇快生了,快到医院来,说好顺产的,刚过去半个小时,又要改成剖腹产,这不是瞎胡闹吗?我不知道你老婆是怎么想的,我劝她,她也不听,这刚打完了无痛分娩针,刚过去半个小时,又要转成剖腹产无痛分娩针,两千块钱,这不白花了吗? 妈,不是还不到预产期吗?怎么又顺产又无痛又剖腹产呢? 谁知道,翠花是怎么回事啊,连孩子都保不住,真不知道她还有什么用,儿子,先不说了,你赶快来医院,马上要去手术室了,你赶紧过来,别让他们进手术室,其他事情一会再说 妈,我马上过去,你先想办法拖一会,我马上就到了,真是个败家娘们,一点都不让我省心 儿子,妈拦不住呀,医生说得很严重,你媳妇根本就不听我的 别听那些医生胡说八道,就知道让我们多花钱,千万要等我过去,别让他们进手术室,我马上就到了 小包,刚才医生说,你媳妇的养水不好,孩子胎心监护也不好,需要马上手术,这才改成剖腹产的 你媳妇真让人无语,顺产就顺产吧,还非要打个无痛分娩针,我就没见过这么矫情的人 一针下去,两千块钱就没了,这也就算了,现在好了,偷妇产手术费用也得出,这不是浪费钱吗,这个败家玩意真让人来气 15分钟后,小包着急忙慌来到了医院,老婆已经被推进手术室,又过了40分钟,翠花把孩子生了出来,母子平安 病房里迎接翠花的不是老公的安慰和婆婆的照亮,而是他俩的唇枪舌炮,等朝热讽 翠花,你生个孩子,怎么那么多事,先是顺产,又是无痛分娩针的,最后还转成了剖腹产,那么多钱都打了水漂 居家过日子,难道不花钱吗,以后小孩不要花钱吗,平时让你省着点花,你哪次清进去了,你就不能等我过来再做决定 小包,你以为我愿意乱花这个钱吗,我给你家生孩子遭了两次罪,你不心疼我也就算了,还在这里指责我,是我不想顺产吗,突发情况是我能控制的吗 如果不及时做抠腹产手术,孩子很可能有生命危险,你知不知道 说你笨,你是真蠢,医生不这样吓唬你,怎么能让你多掏钱 洋水不好,胎心监测不行,不吓唬你,你能着急上当 小包,既然到了医院,我们就要听医生的,万一真出了事,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现在,大爷孩子没什么事,不是比啥都强,你就当花钱买平安了,这几千块钱的事,至于抓着不放吗 翠花,不是妈说你,人家生孩子都没你是多,小包小时候,我都是在家生的,不照样好好的 就是,你看那么多人顺产,孩子不都是健健康康的,你还要花那么多钱打个无痛分娩针 你嫌钱多啊,这来回折腾了一趟,几千块钱都打了水漂,你不赚钱,你不知道赚钱有多辛苦,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了 你们娘俩,你一句我一句的没完了是吧,在这前前前的没完没了,孩子平安最重要,省钱不是这么的省法吧 你说的轻巧,有本事你挣钱啊,你是不知道挣钱有多辛苦是吧,我挣再多的钱,也不够你这个败家娘花的 翠花,你就该听小包的,现在有了孩子不比以前,你要学会过日子了 好了,先不说着,你刚为我们家生了一个大胖小子,看在我大孙子的面子上,我不跟你计较,如果你生的是个女孩,看我还会给你好脸看 妈,我知道了,以后我肯定会好好过日子,咱们都少说两句吧,别打扰大家休息 让你们这一操场,正是差点忘了说,孩子因为早产,需要在保温箱里待一周,等各项指标都正常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不过需要先去交费 怎么又要交钱,你好好的,怎么突然早产了,生个孩子已经花了那么多钱了,这孩子还要送保温箱,这孩子一天的费用就两千多,你这干的什么事啊,真当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了 就是住什么保温箱观察呀,你自己抱着它不能观察吗,为什么要浪费这个钱,我们等会就把孩子抱过来,收拾收拾东西,准备出院 我们三个人这几天吃喝也不少花钱,我生孩子,那会也没住过院,不都照样好好的 妈,你说的对,我现在就去把小孩抱过来,然后我们收拾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回到家,省钱又方便,多好 老公,你这时候就别闹了,我们还是听医生的吧,等孩子各项指标都打标之后,我们再出院,现在必须是要医务人员24小时的观察他 你还好意思说这个,好好的孩子,你怎么会早产,一天不折腾,你心里不舒服是不是 你以为我想早产吗,还不是因为你妈天天没事和我吵架,她现在还对我动手,如果不是这样,我能早产吗 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你自己保不住孩子还怨我,你可真是我的好儿媳 我胡说八道,要不要让大家看看,我现在胳膊大腿背上,还有你灭带我的痕迹呢 好了好了,翠花,我们就听医生的,在医院里多观察几天 这下你满意了,你想吃点什么,我去给你买,摊上你这么个倒霉媳妇,我们家真是到了八辈子的没了 在医院待了一个多星期,孩子各项指标达到正常,一家人办理了出院手续回家了 老公,你去超市买点奶粉吧,孩子吃不饱,饿得一直在哭 吃不饱,你不会为他喝奶吗,这也要教你吗 婆婆,我也知道喂奶啊,这不是没有奶水了吗 她才出生几天啊,你就喂她奶粉,奶粉多贵你不知道吗 再贵的奶粉,营养也没有母乳的好呀 翠花,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生孩子花了那么多钱,现在奶又不够吃,你试试真多 奶水不足挂我吗,你们就不知道给我弄点鸡鱼汤,吃点豆花猪蹄,营养才跟得上 你是真多,鱼不花钱,猪蹄不花钱,你知道现在猪蹄多少钱一斤吗 我生孩子,那会什么东西都没有,不是照样把小包好好养大了 你多起来走动走动,身体恢复得快,多喝点水,奶水也多 妈,多喝水能下奶吗,医生说让我多吃点有营养的东西 这样奶水营养好,孩子抵抗力强 妈,你现在去给我买两个猪蹄吧,奔上汤,我喝了之后奶水就下来了 翠花,你如果感觉我伺候的你不好,就打电话让你妈来伺候你 我妈有事来不了,前两天我爸腿骨折了,实在走不开 你妈能分得清,哪都轻,哪头重吗 月子做不好,对你的身体不好,这时候都不能来,还要妈干嘛 对,咱妈说的对,我现在就给你妈打电话,让她来照顾你 你喜欢吃什么,让岳母买给你,这样咱儿子就有母乳吃了 既能省钱,又能照顾好孩子 老公,你千万别打这个电话,如果我妈家没什么事,让我妈过来就过来了 她现在又过不来,你不是让她左右为难吗 你们如果不愿意给我买鱼买猪蹄,那就去买罐奶粉吧 大人怎么着都无所谓,总不能饿着孩子吧 对你们,我也是无语了,就这一个月买点鲫鱼,买点猪蹄,能花几个钱 这一个月能把你家吃穷吗,也不怕别人笑话,你花天酒地有钱,你妈出去游玩有钱 我这给你家生完孩子,要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就没钱了,我看你们就是故意的 翠花,你这话说的也太难听了,我们怎么就成了故意的了 省点钱有什么错呀,我儿子吃喝花了他自己的钱 我把他养那么大,给我花点钱怎么了,这是你该管的事吗 这个家没你说话的份,你生个孩子花了两万多 现在又让买奶粉,有多少钱也经不住你这样花 你们也出去问问,打听打听,谁家生孩子不花钱 小包,你怎么不说话,你就这样看着你妈欺负我,你也不体谅我吗 我妈说的对,你让我怎么体谅你 因为这次生孩子,我们家已经花了很多钱了,是该省着点花了 小包,我没想到你也会这样,我对你很失望,你们娘俩合伙欺负人 老婆,咱家快没钱了,你也理解理解我的难处,要不然这样,你给你妈打个电话,把当初给你的十万的彩礼要过来 无愧是我儿子,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就趁这个机会把彩礼钱要回来 我真是要被你们娘俩气笑了,这么点钱惦记到现在累不累 你别说,这些有的没的,赶紧给你妈打电话,就说家里没钱了,让她把彩礼钱给送过来应应急 我这辈子还没见过你们这么无耻的人,这个是做出来,你们还有脸吗 把钱要过来,还要脸干什么,脸能当饭吃啊,要脸就有钱花了 你们现在孩子都有了,那个钱还放你娘家干什么,总不能便宜了外人吧 如果这个钱要不过来,你休想有消停日子过 婆婆说完这些话,也没管翠花,气冲冲的就回了自己家 翠花越想越难过,带着孩子就回了娘家 妈,不好了,翠花带着孩子走了 小包,你别急,他现在带着个孩子,还没出月子,好不了,肯定回娘家了 这不正好吗,让他妈伺候他做月子,等出了月子,我们再把他们娘俩接回来 这个月子,妈,要不说将才是老的了,我们既省钱又省力,她自己回了娘家 很快到了老婆出月子的月子,可不关我们的事 小包,你接回,你也许给老婆,有电话 老婆,你去哪儿啊,我想你和儿子 快回来吧 请你以后不要再和我打电话了,我们离婚吧,我再也不想回到你们那的狼心狗肺的家 你们娘俩的嘴脸让我恶心 你给我开玩笑吧,为了娶你,我们家花了那么多钱,生孩子又开支了大笔 你现在和我说离婚,不可能,你想的美 谁家娶老婆不花钱,谁家生孩子不花钱,和你离婚不是你们逼我的吗 哟,你这个臭女人,如果你想离婚,就把我的儿子给我,娶你花了那么多钱,把钱也得还回来 生孩子半酒席的钱,你都得吐出来 你可真让我又见识了你家的无耻,没下线,这个家走到今天都是你一手造成的,不想离婚,没事 我现在就去法院起诉离婚,我看最后会不会让我还你那些钱 你这个不孝顺的东西,赶紧把我儿子带回来,不然我和你家没完 你放心,不光那个钱你捞不到,孙子你也没有资格再见他 最后,我还会分割你儿子的财产,你儿子还要每月给我一笔抚养费 宝宝们,你们支持我的做法吗?喜欢的请点的加号关注支持一下